小芳 老师好 您这个好好的女友 当成了妈呀 那我不是想管一下她吗 你为什么要管她呢 你是她女朋友 你不是她妈呀 但你现在管的这些事情 都是她妈妈才会管的 管她钱 管她吃饭 让她减肥 让她学习 主要是我就想着 吃一餐饭嘛也够了嘛 但是那是她的钱啊 是她爸妈给她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这个钱我给她管着嘛 但是我不会用的 她现在明显不愿意啊 谈恋爱是为什么 你告诉我小芳 是为了开心吗 对啊都是为了 是为了幸福吗 是啊 她开心吗 你开心吗 你看她那脸上写了开心了吗 完全没有 她上个大学 好不容易不用她爸爸妈妈管了 又给自个儿找个妈 女朋友不是这样做的 一个大男人买瓶水 都得跟女朋友打报告 可以说她其实对你是相当的好了 我前面呢就觉得说 你们两个反正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嘛 随意 只是小年轻的这种玩笑而已 直到我听到了 你们家孩子得跟你姓 我想问一下凭什么 凭她爱我 凭她爱你 她爸妈爱你吗 嗯 你见过她父母吗 见过 他们喜欢你吗 特别喜欢我 他们同意孩子跟你姓吗 还没聊到当个事 我告诉你不同意 她凭什么到你们家去倒插门呢 你有考虑过吗 因为你任性 因为你的那一句 你说过啊 你什么都听我的 我现在告诉你 她今天来 就是想跟你说 她不会什么都听你的了 如果你今天依然像以前那样 妈妈型的女友 规划她的人生 规划她的未来 规划她的分分秒秒 她就跟你分手了 如果她真的离开你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但如果你不改变 这就是结局 我希望你能认清这一点 这个小伙子满脸就是写的 我受不了了 我说得对吗 小伙子 嗯 就最近这些事真的是 越都搅在一起 就越来越受不了了 因为人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尤其是当碰触到底线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慎重地思考你们的未来 因为其实所有的节点 大部分在你这里 好吗 嗯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孙岩老师 来 女孩 老师 您好 你真觉得你们之间的爱很深吗 remov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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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不好听点哄你开心高兴的一种手段 人家心里门清着呢 不要把我为你好当借口来满足你自己的控制欲 你就是希望在这段感情当中完全占主动权 完全控制掉了她 但恰恰相反 越是这样的女孩到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她们 因为你给这段感情带来了太多的负担 最后压得她喘不过来气 她就会离你而去 受伤的就是你 你才会恍然大悟 啊 你以前爱我都是骗我的呀 你给我管你的钱 什么都听我的都是骗我的呀 明白了吗